第四十六集 方家拍的超級軍團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賽馬暴龍的環節 我們又回到平和的音樂 跟大家說說被選中的馬匹 我們用這個賽馬暴龍機 即是裡面裝了肩仔 大家手上都有這部賽馬暴龍機 就是大家的手提電話 或者平板電腦 選出一些被選中的馬匹 在這個環節裡面 會跟大家說一些做了功課的馬匹 不論冷熱 有時大家遺忘了 有時很冷碗 記得好像一泡中環那些 記得去找回他們 有時也熱碗 不要好像包裝長盛 因為它熱 飛飛到兩個多不抵 其實那些馬會有實力 還沒說之前 記得右手邊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按下去四星龍珠 就可以訂閱這個系列 香港人賽馬頻道 一起下載完肩仔賽馬APP 在Google App Store 或者Play Store 帶大家看看被選中的馬匹 今次方家柏有什麼超級軍團 先看見這部真是超級軍團 其實真的很準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你看看他今季 即是在離出的時候 1400米熱身那場輸了 之後在二班已經沒有再掉過前四 這些馬在二班哪有水馬 每隻對手都強 常平常勇 勝利威龍天使 初出跑的第四 其實還要用楊榮倫 根本就強到無倫 才對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大家留意 再出雖然還是輸給天使 但是那個位已經收窄了很多 輸過短頭而已 你說他賺慢捕捉都好 那谷草就夠贏了 不用挑戰難度 對不對 贏到起盡區 再出 沙田又不夠天使跑輸過鼻 不要緊 過谷草 走三碟都差點贏到四連節的趙芳華 其實相當厲害 連達文都不是好騎工 這次用莫雷拉還要給輕枉一點 有個三檔試完那集 你說那一月杯不是方家柏羅 我真的找鬼信 所以這些碼大家都可以留意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收看 拜拜